吃吃吃 咱们吃不饱 邱姨你之后是打算一直做律师的是吗 我是田丁想做律师的 就也不知道怎么就一直都没有变过 我记得面试的时候王绿问了我一个问题 就是你报考你的大学为什么学法 我当然说有电视剧叫 《The Justice》就是一个美国很书的 最爱的那个苏别律师 但是其实还有一个电视剧 我没好意思说 啥 叫《法网柔情》 她说的可不是《法网柔情》 那是我们那个年代 那个太早了 但是其实还有一个电视剧 我没好意思说 啥 何以琛吗 你怎么知道 我猜是 是吗 何以琛肖默她说的是 就是她把一个律政剧拍成了一个偶像剧 然后就给人一种错觉 法学院到处都是何以琛 现在法学院还是里边女生比较多吗 七三分 女生占七 那么大的比例啊 但是律所好像男生合伙人会多吗 一晚上的话女生就流失的比较严重 到最后就是男合伙人 可能比女生合伙人要多一些 我觉得其实是个家庭分工的问题 但是传统观念中还是总是觉得 女性你要退让 你要回归家庭 是 但是其实现在我发现 国外就不是她很多全职爸爸 对 而且有时候她做全职爸爸 其实她照顾这个家 她能更理性啊 教育孩子之类的 其实很好 美国对于高法院那个女法官 Jasper 她就是家庭很幸福啊 她先生就是在事业上全力支持她 然后把家庭也维系得非常好 她事业也非常简单成功 家庭也很美满 这个我觉得也很好啊 这个是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在国内这种现象 我估计以后也可能会慢慢出现 对 那就先这样啊 谢谢梁绿了 回去干活吧 梁绿师我们先回去看一下材料 我们委托人叫于佳佳 他有一个股友叫何强 何强就跟我们客户于佳佳说 你开一个账号 然后往里放一千一百万 然后呢 我往里放一百万 这样就有一千两百万 我就去替你炒股 如果是亏了 那我就把这个钱补足 就保证你于佳佳不亏 如果是赚了呢 咱俩就五五分成 但是他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就没有放一百万 之后何强他就开始炒股了 炒了一段时间 大盘下跌厉害 股票啊 就值七百万了 咱们说好了 你这个一千两百万是要补足的 麻烦你补足 何强他口头上是答应了 但是他就没有付出行动 反正那个钱还是没有补足 客户当时他是比较缺钱 所以他就割肉了 总共卖了五百万 这样的话 我们客户实际上是损失了六百万的 割肉之后他就把密码也改了 反正何强也进不去了 然后他就跟何强这个谈谈了几次 就是要求何强赔偿那个我们的损失 没想到的是谈判的过程中 这个大盘又涨了 如果是咱客户没有不 沉不住去去割肉的话 可能他们俩反而会赚的 那这样的话何强他这个 他这个position他就要变了 那现在他说明天再去谈一次 因为客户现在急需钱 诉求可能也就稍微降低了一下 说要了两百五十万吧 我们的底线是两百万 两百万 咱们去谈判啊 这个是本质要达成一致的这个目的 去谈的一定要谈成的最后 嗯 哪天上午十点啊 好 那两位师我们先回去看一下材料 你们先回去看材料 嗯 好难啊 好难啊 因为 公说公有理 对啊 所以我们先想一下可能会有什么点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 他们这个炒股吧 有没有定一个协议 赔到一定程度我们就可以 就是这个委头关系去解除了 对 就是我们要证明我们所有行为都是 合理合法 还有一点就是 股价有七百万 但是是因为我们的割肉割完剩下五百万 中间有两百万是 某种程度上可能可以 会被算到我们头上 余佳佳的这个做法也是太 割肉是直接就卖掉了是吧 对 哎我问一下 假如这个股票它正在就是 不停地下跌 你想迅速地 给它刨出 那你是不是除了 就是割肉 你没有别的任何的办法 但其实不是的 他说市值七百万 一般就是意味着 你可以七百万卖出去 就是比如说 现在的股票价格是三块九毫八 那我想快点卖 我可能会刮三块九毛五这样 但我不会把它刮成三块钱 一般来说 合理的人可能不会 允许他损失那么多 所以你要是他 你当时如果不想见卖的话 你是有办法的 对有办法 完全有办法 就直接给他找几个比例高一点的判例 给他就行 等等 合同无效 是不是要返款财产 嗯 你看这一段 这是对于被认定为 有保底条款的委托合同 就是我们这个 除售托方文证券公司外 一般认定为有效 这对我们太有力了 法院还有认定说 只有一条条款无效 但是整个合同还是有效 但是他认为整个有效 你知道他判的那个赔偿比例是什么 一比九 谁一 你说谁一 肯定是给别人炒股 那个人赔百分之九十 哦 那不是对我们很好吗 那我们可能就要改一下策略 就是我们的过错其实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我们要看谁来操作这个事情 嗯 然后我关注的时候他是盈利的 所以当时我们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呢 哦 因为他没有资质 所以这个还是女方的过错 女方不故意误导我们 所以我们才导致了继续炒股 嗯 就算是 算我们以百分之七十的责任来去承担 你也还是要赔四百二十万元的 这也是高过我们的那个需求的限 所以我们好强势的一方 其实他们怎么弄都是没有理 反正我们的目的就是客户要两百五十万 我们给他拿两百六十万好吗 给力 其实我觉得谈判的时候表现形式可能比我们的内容还要再重要一点 所以我们还是要好好练一下 那我们其实今天目的就是为了可以就是达成双方的一个合议 尽快解决这个纠纷 或者我们现在先按秋衣来讲讲我们目前方面我们委屯的想法 你知道这个有保底条款的存在 其实你走到法院上大概率的话 我们基本上极大概率我们会赢 其实目前我们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 你说这不是违约这是无效 不算抛开这个合同无效 我们要清楚的一点是当现在的 经过催到了一次两次亏损 甚至于 所以我们现在坐下来静下心来开诚布公 我们把这件事情谈好 首先 你看着我飘哪呢 我在想事情我的眼睛会飘吗 对 你会一直 你还不是飘往那边你是 对 你看着我 好 你也还有室友在旁边催他回家 如果可以无法调一句的我们就讲一句 要不先回去吧 你看雨晴 没事我明天早上再穿 差不多了 我自己在这算一下 好 就是我感觉算完之后 然后回去把我们准备好那几段输入就行了 好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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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怡 你去接一下楼下对方律师来了 那个陈律师 这是她联系方式 把它放到 就送到那个会议室吧 我马上就过去 好的 梁律 分得很好 这边摆资料 这边接人 这还用打电话吗 直接过去问就可以了 这还看不出来 这小姑娘 喂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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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我们在你后面 不好意思啊 刚刚可能没有注意 抱歉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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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律 我是张邱怡 你好 刘律你好 刘律你好 抱歉让你们久等了 对跟我一起上去 谢谢 谢谢